上次跟大家分享了如何做天然酵母 今次這個麵包的其中一個材料就是天然酵母 現在就來看看麵包需要什麼材料 分別有高筋麵粉、天然酵母 我們平常用的酵母 鹽、蜜糖、水、芝士和香草 首先把高筋麵粉、鹽、酵母 放入碗中,攪拌均勻 然後加入蜜糖和水 開始搓了 搓到差不多就可以加入天然酵母 如果你們覺得麵糰太乾可以加入少許水 我相信也會有很多朋友好奇 為什麼我們學會做完天然酵母之後 做麵包仍然要放雙葉酵母 其實對於新手的朋友來說 放了雙葉酵母會減低你們的失敗率 如果要做一個純100%的天然酵母麵包 它所需要的發酵時間是相對比較長的 如果你的酵母是不夠強勁的話 發酵時間是會很久很久的 但是同時間發酵得越久 你的麵包就會變酸 所以放了雙葉酵母之後 發酵的時間就會縮到遠 也會減低麵包變酸的情況出現 好了,我們搓到麵糰光滑之後 就可以把它滾圓了 然後就進行第一次發酵 時間大約就是1小時左右 一次發酵完畢之後 我們可以把麵糰拿出來進行排氣 在麵糰進行發酵的期間 裡面會有很多氣體產生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把這些氣體打出來 再放到麵糰了 排氣完畢之後 就可以把麵糰再次滾圓 然後靜止15分鐘做鬆弛了 我們現在就可以開始進行造型的工作了 首先我們把已經靜止了15分鐘的麵團壓成一個圓形 如果在滾麵團的期間 你會發現麵團滾完後都回帶回頭的話 即是說靜止的時間不夠了 你就可以把麵團再放在這裡打一等線 然後再打開它 麵團滾到你想要的大小之後 就放在一個坑盤上面 然後在上面輕輕塗一層橄欖油 然後就可以灑上巴馬臣芝士和香草 喜歡濃味的朋友都可以磨些胡椒碎上去的麵團 然後我們就可以用手指輕壓麵團 然後就可以進行第二次發酵 第二次發酵完畢後 就可以把麵團放入已經熱了210度的焗爐裡焗12分鐘 好 很快這個橄欖油芝士香草包就完成了 這個麵包因為加了200g的天然蝦霧 所以吃起來是很嚼勁的 希望大家喜歡我這次的分享 到晚了 到晚了 到晚了